所以你會發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九二共識你國民黨還走得下去嗎 所以現在真正最大的問題是 國民黨如果到現在 江啟臣在幾個禮拜前 還在講這個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 你還硬要抱著九二共識 說實話你只會讓人家覺得說 第一個共產黨也是看衰你 第二個台灣的民眾也不能接受 因為老共都定義成這樣的 你要誰去接受那個版本的九二共識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說 國民黨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好你們要選黨主席 但請告訴我們 你們幾個黨主席裡面 以後要提出來的兩岸路線到底是什麼 你們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你會發現國民黨現在這幾個人 還是都沒有去提這個定義 然後在美中之間呢 大家都不敢表態 然後最妙的是什麼呢 哇陶德代表拜登來台灣訪問這件事情 我覺得最神奇的是 國民黨內有立法委員既然可以解釋成說 這個應該是蔡英文政府去交換了什麼利益 所以侯德才會到台灣來 所以你會發現國民黨連到這種事情都還看不清楚 那請告訴我 你連對國際關係的局勢 你都不願意對台灣民眾說明清楚 那你以後怎麼在國家問題上面給台灣民眾方向 所以國民黨真正最大問題是老共這一巴掌打下去了之後呢 你要做什麼反應 好我們看到香港的教學教材呢 因為更改史觀 因為要跟隨共產黨的史觀 所以把過去呢至少講成中華民國政府遷台 現在要改成中國國民黨遷台 然後再加上這個馬曉關那一番話來誤完 這國民黨躺著也中槍啊 不是 國民黨真的要怪自己 中共從來就沒有停止要消滅我們國家過 對 中共講再怎麼難聽的話 我們都可以罵回去 可是拓面自甘 或者自甘墮落這兩件事情 你如果做的話 你怪不得人家侮辱你 從習近平在2019年1月2號對台灣同胞輸告訴你 一國兩制就是落實一個中國台灣方案 對 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對國民黨以前還可以跟台灣講一講的 叫做一中各表嘛 是 你如果只剩一中 台灣 你問台灣老百姓誰要走過去 像香港那樣子 像新疆那樣子 我相信連藍營的人喔 很多民調都顯示 連藍軍的支持者都不接受只有一中喔 更不要講說台灣怎麼會有人接受一國兩制嘛 那當時國民黨還是在抱著這個 到了韓國瑜選總統大敗之後 曾經出現了大概三個月的曙光 一群國民黨年輕一輩說 要重新檢討九二共識 中國論述 在那個背景下 江啟成當選主席 人家是期待你能夠去改變 結果馬英九臨戰跟你講 不跟你吃飯了 馬上又跑回去九二共識 到這一次馬曉關 馬曉關這多難聽啊 國民黨是被人民趕走的 被打敗的 反人民內政 人民在反國民黨 你是人民看不起你幫你趕走的 第二個中華民國亡國了 他就告訴你中華民國亡國了 你們是國民黨的殘軍敗將 逃到台灣來 這樣講有沒有符合事實 是另外一件事情 對於過去這二十年一直跟中共呢 配合得非常好的中國國民黨 你情何以堪 更不要講一些其他的話了 不是評過江啟成自以為是跟蔥 我們在場如果有人這樣對著我們講說 你自以為是跟蔥 你會不會高興 沒有反應 上一次央視要犯黨 要犯黨 講國民黨是要犯黨 有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所以當國民黨對中國定義 我覺得這裡面定義有一個 像這個余北辰 余北辰講的我覺得還不錯 他講說我們是反共 反共不仿中國 這個還可以論述 可是如果你反共不反中國的話 國民黨應該要聲援新疆維吾爾族 你如果是統派的話 你是自由的統派 不是共產黨的附庸 你應該去聲援香港反送中 國民黨也不敢 然後內部又混亂的對美政策 朱立倫講反共親美 然後結果馬英九跟舒奇 辦個台灣不安全論壇 一下講美國的航母生鏽了 打不贏遼寧號 我一直常常舉個例子 生鏽的M16跟全新的菜刀 你打打看 這個那種拼命的把美國壓抑貶抑 說這個國力衰退要靠中國 然後另外一邊說我要反共親美 然後江啟成在這當中搖來擺去 導致之前不管是利英傑約好的秘密訪談 台中市長 或者是要約國民黨來外交國防委員會的成員 見面到時候被拒絕 到這一次明明三個禮拜前 國民黨的成員就被約了 這兩個人 我不能講誰 但被邀請兩個人是天天見到江啟成的 天天 每天見到搞不好一天見好幾次 結果讓江啟成完全不知道 可以在昨天發個新聞稿說 小鼻子小眼睛都不安排在野黨 你就知道國民黨裡面路線問亂到 黨是共同理念的結合 好友也是共同理念的結合 或者我們講白一點 一個line的群組 如果大家理念不合在裡面光吵架吵不完了 何況是一個政黨 你可以發現國民黨對中國的定位論述 已經弄到中國共產黨瞧不起你 對美國的經營問亂到美國折憂而交 其他我不理你 對台灣人民來講 你所有的論述定義 你在意北京大過在意台灣的感受 那這樣子的政黨在台灣 民主的選舉當中 民眾當然會離你越來越遠 所以我們說這個國台辦 這番說法可以說 完全的打臉一中各表 所以國民黨現在 是不是站在那歷史的懸崖邊來 郭東哥 總教長可以從這裡 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的狠近 什麼叫狠近 人家在說你贏狂了 你要贏話 你明明就打贏了 你還要在這裡酸什麼酸啊 但是不客氣講 他酸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中共的官媒已經聯繫在報導 香港必須清楚獨教材 什麼叫獨教材 就是中華民國政府簽台 這叫獨教台 他要教育下一代 沒有這回事 不是中華民國政府簽台 是中國國民黨打敗跑到台灣 你聽起來 那給台灣的這些新的一代 一個想法 那我們在這個教育底下 黨國教育底下有多久了 到現在有人還沒有清醒過來 都還是相信國民黨的那套教育的教材 現在共產黨不客氣跟你講真的 我只是比較好奇的是 什麼時候 他這個時候為什麼會出手 這個時候為什麼他要大批國民黨 是因為江啟成你算哪顆衝嗎 不在江啟成 江啟成已經那個班就沒有那個班 現在他這一次講話是真的把國民黨整個都打下去了 因為國民黨的態度讓他們不能接受 到現在不但不能接受 不敢喊出習近平主席的交代 一個中國沒有什麼一國兩制的 國民黨不敢跟進 國民黨到現在還在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他不跟你來你表你的 我們沒有這回事的 反正你就是反人民打敗了 被趕走政權沒有的 他清清楚楚跟你講得這麼清清楚楚 我不知道為什麼國民黨的反應這麼軟弱 已經扔兩趴趴 軟趴趴的 你知道你要裝什麼東西呢 當然國民黨現在害怕說 臺灣人民整個覺醒過來 你們國民黨長期教育我們這個樣子 現在共產黨那邊打破你這個幌子 揣穿你的騙局 那你現在怎麼應變 大家看你國民黨怎麼應變 這個跟江啟成已經沒有關係 現在是你國民黨到底算不算跟衝呢 臺灣人民要看國民黨你到底有沒有骨氣呢 他這樣講你們連嗆都不敢嗆回去 只是中華民國存在這個事實 你只敢這樣子表嗎 他現在是講你國民黨 不是講中華民國 我只是替國民黨感到慶幸了 你幸好是還存在臺灣這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還存在有一個執政黨是民主自由的政黨 還讓你有一口氣在這裡 如果民進黨哪一天像共產黨這麼狠的話 那你國民黨怎麼活啊 消滅殆盡 我們是民主自由 我們還讓人民來選擇 有些人民給你多少趴 還票頭給你 讓你能夠在這邊發揮你的影響力 但是你老是不認同這個國家 中國那邊已經跟你講得這麼清楚 他還要迷思 還要扒著人家的腿 我這搞不清楚 所以馬曉關這番話 第一個我覺得真夠狠 那種狠近 前面我們罵他胡說八道 不邪無數 他講這個事情 講得還政治正確 對 顯然他們的教育 已經長期在他們腦裡面 已經教育著這個定型了 但是臺灣 我很寄望說 新一代的國民黨黨員 你們一定要問你們的主席 問你們的黨中央 那到底現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能再你表我表 大家一直亂表一氣了 人家共產黨都已經講得這麼狠的話了 你好歹也要裝模作樣給臺灣人民看 我們也有骨氣的 但是現在今天看蔣主席講這個話 大家可能都又軟趴趴 又軟掉了 那你這樣怎麼能贏得臺灣人民說 繼續把票投給你 是的確 其實我們說這共產黨 不關於是狠 而且是毒 他竟然可以把這香港的教材 說成是毒教材 因為過去他們講中華民國政府牽台 現在已經換成了國民黨 所以佩芬姐 現在對於國民黨來講 是完全沒有模糊空間了 你就是得選邊站了 你就是得完全臣服共產黨了 要不然你要怎麼樣 在臺灣生存下去 其實我不完全同意 剛剛你們國總講的 就是說他針對國民黨 我覺得是針對他自己 因為老共現在是完全困在 完全被困在他的自己 我為什麼這樣講 當然一方面就是說 他對國民黨失望 這是事實 所以他要改教材洗腦 這是沒錯 那國民黨被他打敗 又不是今天的事情 早就打敗了 但是我是覺得他第一個 對國民黨失望 以前還希望說 國民黨能夠翻過來 現在看來不會 但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因為中共面臨建黨百年 他現在被美國完全圍困住 他完全沒辦法掙脫 我為什麼這樣講 第一個就是說 剛剛講習近平一事無成 然後他自己被受困 我覺得他的壓力會非常大 你用一件事看出來 他們最近要慶祝乒乒乓外交50周年 為什麼是乒乓外交 大家回想一下 乒乓外交在1971年 那個時候他還沒進聯合國 然後那個時候 也沒有國家承認他們 台灣那個時候 還有70幾個邦交國 然後他弄出了乒乓外交 然後你記不記得 季辛吉在那個巴基斯坦 在跟人家會談的時候 晚宴上突然間不見了 第二天在北京出現 然後全世界嘩然 然後就在那一年 1971年10月26號 聯合國大會 台灣被趕出聯合國 因為大家那些邦交國 都發現說你人都已經到了北京 你還要我們支持你嗎 所以台灣在那一年 10月26號被趕出聯合國 第二年1972年 尼克森訪問大陸 然後延續到後來到1979年的建交 但是1972年尼克森去以後 英國 日本立刻就承認老共了 所以我覺得他是尋求 就是說提醒美國 當年我們有這麼一回事 被圍困在那邊 因為有乒乓外交 所以我們建立了友好的關係 然後現在我大肆慶祝50周年 提醒美國我們今天要這個 重新這個擺脫現狀 想要重修就好嗎 對 然後突破現狀 圍困的現狀 然後再見 可是他忘掉了就是戰後 戰後的情況 因為是共產世界跟民主世界 兩個不同的地方 中國大陸是被困在裡面 那那個時候因為他們要聯中抗俄 赫魯雪夫不是在聯合國大會 裡面把鞋子脫下來 在桌上敲嗎 然後他要聯中抗俄 所以那個時候因為美國需要中國 而且印巴戰爭不停的在打 他希望中國能夠制衡印度 不要再去那個印巴在那邊打 但是現在整個時空環境都改變了 對 今天因為當初美國是有求於中國 但是今天不是 今天美國不要求中國 拜登已經講了 我就是不要讓中國比美國強勝 我就是要在我任內 我不會讓他站起來 所以今天是美國要把你打下去 那國民黨只是說被附帶於此之 所以中共也只能打國民黨嗎 也不是 把它踩在腳底下嗎 落井下石嗎 國民黨現在是於此之殃 因為他沒把國民黨看在眼裡 你看這一群人根本沒有兩岸政策 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沒有把國民黨看在眼裡 他對國民黨失望 所以就乾脆就衝衝翻臉了 什麼叫做中華民國政府 所以也就沒有那一中各表了 對 完全都推翻了 因為他把國民黨完全看扁了 對 所以換句話說 你主張什麼一中各表 什麼什麼之類 我也不需要給你空間了 不需要來 都不需要了 而且我覺得在中共眼裡 你可能會覺得說民進黨這樣繼續執政下去的機會大增 你國民黨更沒有機會 對 所以我覺得他態度會改變 所以乾脆連教科書都改了 你也不能來翻身來跟我算帳 我覺得他是一時二聊的做法 好 再來關心中國在南海動作不斷 其實從2014年開始 中國就不斷將南海多個島嶼註冊成中國的商標 那在2015年的時候 我們的太平島也被他們註冊為商標 竟然有這種事 那當然有專家就講了 這種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意義 那因為最近我們也發現中國的海上民兵船 在3月7號的時候 就開著大約220艘的船隻現身在南海 包括在南沙群島的牛二郊 也在菲律賓的專屬經濟海域 這就引發菲律賓的抗議 那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竟然說 這些漁船是因為要躲避風 這是正常的行為 是這樣子嗎 南海這邊可以說是風平浪靜 你在躲什麼風呢 要請教張將軍了 怎麼樣看這些中國的民兵船 到底怎麼回事 民兵船是這樣子 這是在捕魚的嗎 有這麼的船間泡利的感覺 這個民兵船它是有組織的 有退伍的軍人在裡面這邊做一些 這些攻防 他這個軍事的訓練 每年到的風平浪靜的 尤其秋天的季節 他會來加強訓練 原來海軍對於 在中共來講 海軍是維權 維護主權 海軍出來 他是軍隊堂堂執政 然後這個海警船 就負責執法 海警船下面海上民兵 海上民兵最內層 漁民 所以它有四層 漁民 對 漁政船跟海上民兵 是第二 這外面海警船 再來海軍 所以它有四層的 它是有組織有規模的 那現在在這個牛二礁 牛二礁 它這個礁盤大概有五平方公里 很像美濟礁 我認為中共它有三步驟 第一個就是牛二礁 將來可以填礁造島 因為它那個礁已經起來了 就算是在高潮 它還是有漏出來 它這個現在已經慢慢成熟了 成熟可以填礁造島 慢慢成熟 第二個是仁愛礁 仁愛礁現在有個 海軍亂隊的班在上面 那它現在這個仁愛礁是此其次 因為仁愛礁 又離巴拉旺島又近了 又靠近菲律賓了 因為菲律賓有八個占島 中共是七個占島 最多占島的是越南 二十九個占島 那是仁愛礁 第三個三步走 第三步是黃岩島 黃岩島在中沙群島上面 也比較大 但是現在中共海啟船 一直在那邊 所以它這個先牛二礁 再仁愛礁 最後黃岩島 它這一個要變成一個 海上的這個三角戰略成型 所以有它背後的目的嗎 有它目的 不是單純避風而已 避風是理由 我要長久 慢慢我就要佔領了 也這個也就是 佔領的前奏 對這些東西 我這個是我 我平常的時候 我活動的地方 我傳統的海域了 我海上明明在那邊 也這邊有規模的組織 在運作了 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220艘 後來它走了 一部分還剩100多艘 它經常這樣子 那換句話說 這個南沙群島 這個南海 將來會成為一個問題 那菲律賓很重視 對 但是菲律賓它現在 經濟上靠中國 對 它跟中國上有貿易上的往來 是 所以它有時候 沒有很嚴重的抗議 抗議完畢之後 又不講話了 它會變成這個狀況 是 那中共就有 慢慢由量變 變成質變了 它會這樣子 它會這個蚕食侵吞 逐步的這樣 一步一步來 它現在造成繼承的事實 然後慢慢再改變現狀 先由個案變常態 常態之後 就變成理所當然 順水推舟 就得到了這個牛二礁了 牛二礁完畢 下一個就是更接近於 巴拉旺島的仁愛礁了 仁愛礁也是很廣 大概有7平方公里的這個礁盤 也可以做擴建 還有黃岩島 它有10平方公里的礁盤 也可以做擴建 那我們很重要就是我們太平島 我們它有最大的天然的島嶼 在島上最早的記載 有600年前就已經有 中國的漁民在上面 那是因為我們民國35年 我們接收太平軍艦 跪跌都變成太平島 那太平島現在的話 我們要那個跑道 跑道我們要把它擴建 因為它畢竟它只有1300 很小 公尺不長 你要過去 腰山洞要落地的話 很緊急 你要落在跑道頭 要不然你落到中間 你就沒辦法完全停住了 那載货量 你是載著人的也要 所以老共的目的那下 美國跟周邊的國家 勢必有看清它的目的 有 也知道 都了解 它將來要把南海內海化 第一個內海化 田礁造島要內海化 第二個 將來有可能化南海的 防空識別區 對 就跟釣魚台化 東海防空識別區 也化下去了 這個將來 那現在印度都抗疫了 對 它就慢慢的 蠶食精吞 逐步為淫了 我現在 現在牛二礁仁愛礁在黃岩島 慢慢的 整個站得差不多了 我就畫 然後黃空自衛機 大家進來我這邊的時候 要跟我報備喔 你的軍機或者是 這個其他的那個 不是迷航機的 你進來跟我報備啊 還可以這樣子佔地為王 因為它這個七個島礁 現在所佔的這藍沙 不含西沙 西沙它全部都佔了 它現在上面都有雷達 雷達在情報戰什麼都有 還有這個反蛙人火箭 它現在已經島嶼軍事化了 不是這樣平常的時候可以光光 可以在那邊 軍人在上面 所以老共的目的 這個我們張將軍幫我們分析起來 真的是蠻可怕的 來 寬哥 蠶食精吞到這種程度 他們的發言人 竟然還可以說避風而已 原來是避風 到最後土地 反共識別區都他們的 過去的三十年 歐美他們就發現了 他們在兩件事情上面 他們做錯了 一件事情是在貿易上面 過去一直認為給中國最惠國待遇 給他們最好的一個補貼 把他們的經濟做上來之後 這個國家會走向民主 答案是沒有的 那在軍事上呢 也發生過這些事情 例如說像永暑礁 過去永暑礁 大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作沒看到 想不到他們的噴沙船過去 小小一個島 他們就開始沿路抽海噴沙 沿路一直填一直填一直填 突然間有一天 你回頭一看 怪了 上面有機場 上面還有軍港 什麼通通都有 當你要去賭它的時候 來不及了 那現在呢 他就先做三個島礁 先做起來 做了三個島礁之後 上面有軍隊 上面有補給 上面有雷達 那他就開始慢慢往外擴升 那這次往外擴升呢 完全 所以最近CNN他就說了 中國有一隻不被承認的海上民兵 小藍人 什麼叫小藍人呢 小藍人就是 他們身上看不見軍灰 看不見階級 可是他們的方法跟軍隊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們那邊在做什麼呢 菲律賓其實漁民快瘋了 那個牛鱷礁 是牛鱷島附近 他們是非常重要的漁場 既然那群人在那邊霸佔住 第一個漁抓不到 可是我認為 這個里應外合 就跟中國的文攻武嚇一模一樣 華春瑩講這件事情 是讓我最生氣的 他說什麼呢 他就說我們這些人 他們就是一些漁船 那個地方現在就有風 我們去那邊避風是正常行為 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叫做公然說謊 所以我們剛剛一次跟各位報 我們說不管是中國現在 國台辦也好還是外交部也好 他們就是公然的胡言亂語 那什麼叫公然胡言亂語呢 當你把這麼大台的軍隊載過去 上面還有自動化的一個武器 然後人家那個小漁船 能夠奈你如何 他要的是什麼 他要的叫控制權 可是要控制權的過程當中 現在更重要的就是 我們台灣現在有一個 所謂的東沙島跟太平島 剛好把他們的三個島礁圍在中間 所以對美國來說 為什麼現在要去加強機場 要去加強軍備 甚至於上面還有在部件雷達 原因就在這邊 但如果說中國海上民兵 沿路可以讓他們為所欲為的話 那整個亞洲都不會有安寧的 中間這也就是我們常常在講 印太地區的戰略嘛 中國這樣做法不只是說 我們跟菲律賓在這裡很緊張的面對 連越南跟印度都一樣嘛 整個地區都這樣 而且不只是印太地區 你最近航空母艦從英國的也要來 德國的過來 大家都過來這邊嘛 因為這個變成是全世界一個重點 焦點在這裡 結果你中國不敢公開怎麼樣的話